所以我在打开的时候我就 慌了 在转发台湾的新闻 有病啊 我这样是不是有点骄傲 他很强 有力的 却空拍 不能说话 那不严重 为什么还会死人呢 闭嘴 你知道现在我都已经躺平了 我们是不是心里生病了 为什么呢 幽阳来了 还要爸爸和妈妈 妈妈 妈妈有可能确诊 别摸到了 今天躺吧 要做效果 往上往上 妈妈 你头往一仰 你知道吗 嗯 对 对对对 这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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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捅鼻子总是要流泪啊 你正常啊 正常我也会流 还会打喷嚏 好了 我是不是很惨 我要二次中奖的话 我真的是我感谢这个世界 我真的是谢谢 我谢谢 你最想感谢谁 我感谢新冠肺炎 我感谢谁 苍天饶过谁呀 苍天饶过谁呀 没法活啊 悠悠已经发低烧三天了 对不正常 她一般感冒就是一天 悠悠从来都不发烧 然后我们也在她发烧第一时间 就给她做晒测 都是阴性 不管是感冒还是怎么样 她指定也会传染小朋友嘛 所以我们就在礼拜四给她请假了 她好勇敢哦 我觉得又又好勇敢 又越来越勇敢了 我们俩可能都属于是那种特别敏感的 你好棒 你真的好棒 这日子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精彩 我就想浮浮透透的活着一辈子 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很干净的一条杠 超级感净 我和悠悠两天的 哈喽又见面了 我是薇薇 今天是11月30日 哇 这个真的是热乎乎的影片 我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也是一直困扰我自己 我没有办法解释给我的家人 或我的朋友的某些问题 也请大家 哎 或许你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也可以转告他们 哈哈哈哈 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就在这两天 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的消息 先说一下这个人物吧 他是一个男性 50多岁 某上市公司的老总 他突然之间发私信给我 问了我一个问题 台湾有疫情吗 我当下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去年呢 我是有回过家乡嘛 然后呢 也有看新闻嘛 当时我看的新闻是会播报 就是每个省疫情状况 然后还有国外的疫情的状况 包括台湾的疫情状况 我也是可以在新闻上看到的 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年龄 像他这样的生活阅历 就明知顾问嘛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话里 应该是有话的 特别是结合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大家也看到了啊 他是和我确认吗 还是说他在怀疑某些事情 在我这寻求答案 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我却连题目都读不懂 我根本不知道 他所谓的疫情是什么样的 标准是什么 是自主静默 还是网上授课 是全民核酸 还是方舱医院 那答案是有 还是没有呢 我家人呢 时常会跟我视讯 目的就是看悠悠嘛 那 诶 时不时的会看到我们在室外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怎么那么多人啊 安不安全啊 你还在外面吃东西 就是那种很焦虑 我就跟他解释 你看大家都生活很正常啊 夜市也有 百货公司也有 该上学上学 该放假放假 周末还有很多的市集 还有很多的活动 对不对 我妈说 那不严重 为什么还会死人呢 我妈问出来这个问题之后 突然之间傻住了 大家知道 你单纯从这个问题出发 就好像我刚才第一个 那个商人朋友他问 台湾有疫情吗 有啊 对啊 是有啊 我妈问我 台湾疫情不严重 为什么台湾还会死人呢 对啊 是 是有人 因为 这个疫情 因为确诊 可能身体上 产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往生的 是有啊 这些都是有的 可是 我就觉得 我想解释些什么 又觉得很无力 于是他们问我 我这个问题之后 给我问蒙掉了 可能也是因为 我的反射湖比较慢 其实我刚刚 来到台湾生活 然后有一些人 会问我一些 很奇葩问题的时候 我还想解释 还想挣扎一下 我到现在 我都已经讨平了 不就是一个问题吗 一问 一打 就OK啊 可是你们不知道 我们处在的是 两个截然不同的大环境 这个我是特别有感受的 我是从另外一个大环境 然后来到了这个大环境 我的思维 我对很多事情 包括这个疫情三年 整整三年 我都是在台湾度过的 我看到了它的爆发 我看到了它的蔓延 我看到了不断的改进 不断的修整 一直走到现在 这个地球生病了 不止天灾 还有人祸 新冠肺炎 是地球人类 都在面对的一个病毒 但疫情 我相信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我知道台湾这三年 经历了什么 几乎未缺席 知道现在的太国 是什么样的 但对于大陆的疫情 我还停留在去年 回家乡那段美好的日子 甚至在我离开之际 和姥姥一起约定 过年 一定回家团圆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图片 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在五线谱上的这个符号 代表的是扣拍 扣拍是什么意思呢 扣就是 闭嘴 扣 闭嘴 知道吗 可是在这个五线谱下面呢 有三个F 三个F是什么意思呢 爸爸 三个F是什么意思 降料是吧 就是 很强 很强 就是用音乐表现 就是你要强度很大 有力的 强的 可是你怎么能够做到 它很强 有力的 却 空拍 不能说话吗 我心里是很有富有情感的 可是我又哑口无言 我就是这种 情绪显的 大家要看到了 我影片开头 Yoba在给我做这个字简 就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 我的喉咪开始疼痛 然后扁嚎开始肥大红肿 第二天就开始不停的打吞吐 流鼻涕 这一切的一切 我以为是我被悠悠传染了 然后在那个 选举之夜太嗨了 把嗓子嗨掉了 结果第二天那么严重 那我就去耳鼻活 看一看吧 对不对 可是那个当下 就在我看着的那个当下 医师看到我的状态 他说 你这个状态好像有一点点 就是疑似确诊 我急忙否定 不可能 人家前天刚打了第三剂疫苗 但医师说 有类似的病例 上午疫苗 下午确诊 晴天霹雳 我又有点懵掉了 大家知道我第一次确诊 是在泰国 我根本不知道 在台湾确诊 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当下跟我说 你一次确诊 我就突然之间 可能是我这两天 微信看多了 很恐慌你知道吗 一次确诊 我的妈呀 我要被拉走吗 要去拉去医院吗 还是 现在立刻回家 把自己封锁掉 就很慌 我没有想到医生就说 你坐在哪 为什么 为什么 医生并没有要逃的意思 你知道吗 他说你拿这个镜子 我跟你讲 现在有很多人 台湾自主检测 但是自主检测 很多人又没有做得很准确 所谓的是什么呢 黑树 我现在教你自主检测 怎么样才能减得准确率高一点点 你看 你的口腔怎么样 开始教我 教我如何检测的准确 正确的方式 这个步骤结束完之后 他跟我说 回家多检测几次 按照我的方式 如果说确诊了 要立即通报 然后给我们的诊事 也给我们告知一下 他说到这句话 我再说 女生你让我走 都已经把后续 后事都给我安排好了 我就准备站着 他说你站起来干嘛 坐下 要给你做治疗 耳鼻喉科大家都去过吧 他给我做这个 喉部的消毒 直接擦药 效果真的很好 这个扁桃小痘痘上擦药啊 在鼻子上上药啊 吸鼻子这些操作 我真的是来到台湾之后才知道的 就是你尝试了一次 你就爱上了 爱上了 之前感冒就是要吃感冒药啊 那不然呢 对不对 去年回去家乡 我姥姥给我拿了四盒 莲花清温 莲花清温 好像有段时间有一个城市还发这个 村众不在发 我只知道我一个上海的朋友 有收到 就政府发这个药 我姥姥就说 这药还是我抢的 就是供不应求 我姥姥抢了 她分给我四盒 她说这个回台湾背着 看你们台湾疫情挺严重的 那那个上面数字 爆的几万 我姥姥说 你看多严重 赶紧背着 后来感冒救济服用没有改善 再后来 他们在抽屉里把自己熬死了 医师呢 接下来就说 我要给你开些什么药 这个药怎么吃 他说出门 左转去领药 就OK了 然后他就放我走了 然后他就放我走了 不然呢 要公斤晚餐吗 我当下呢 就是那两天 你们知道吗 很多让人绝望 让人觉得无奈的小故事 死去的人无法安息 不眠夜晚安 明天又是韭菜门灰暗的一天 唯有难受 再多的转发也无济于事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闭嘴就好 你呐喊的话 就会有人把你的嘴巴缝起来 就在那个当下 其实我感触特别深 你知道吗 对比直强烈 而且还掺杂了什么 掺杂了当天是竞选 就一系列的你大环境的状态 然后我被一丝确诊了 医师对我的态度 回家的那一路上我就在想 我那些还是一样 都是强有力 又说不出来什么 想去宣泄又不知道从何去宣泄 脑袋当中瞬间就蹦出了两个字 人权 我们一家三狗就看到了吗 在偏头嘛 就开始做筛检嘛 依然三个人都是阴性 一直阴性到今天 我和悠悠好了 悠悠也上学了 请假了好多天上学了 优霸开始不舒服了 你要不要再试试别的品牌 我们从泰国带回来那个品牌 然后优霸今天中午做了两次筛检 一度呢还怀疑 怀疑说这个筛检是不是没效果呀 但是优霸就是测不出来 他就自我怀疑 你说这是不是一场心理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今天早上又看了一遍报道 是那个大陆的那个微信朋友圈 开始发什么呢 说长时间的风控 长时间的这个疫情的状况下 对于孩子的心里有一个大大的干扰了 对他这个整个人生 都会有一个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 所以我刚想 我们是不是心里生病了 为什么呢 好又扯到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多少号 今天是11月30号 明天多少号 明天是12月1号 明天是一个什么日子 明天是一个室外可以脱口罩的日子 Oh my god 你爸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惊愕 然后又很无助 还有点小紧张 还有点小刺激 有点小兴奋 有点小羞涩 是不是心里疾病 你有病啊 哈哈哈 你有病 你们真的会第一时间就觉得太好了 然后 瞬间就把自己口罩脱掉 然后就 大步的往前走 没有任何思考 回归到三年之前 三年之前 那个 曾经传说中的 仿佛一百年以前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吗 我真的好羞涩啊 感觉明天要把我的屁股公众于世 这种感觉比不穿胸罩上级还严重 我今天早上送悠悠去上学 今天早上的天气是灰灰暗暗的 大家要知道台南有阴天是实属不易 我这样是不是有点骄傲 哈哈哈 的确台南的阴天很少 今天早上是一年少数少数极少数的阴天了 哈哈哈 雾蒙蒙的 但是我觉得有点压抑感 不然去海边走走吧 于是呢 我就一个人漫步到了海边 果然 海边一个人都没有 哈哈 我一个人走在沙滩上 我和这个口罩的缘分 从明天开始 可能就是渐行渐远了 我们的缘分可能就就死余地了 嗯 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要和口罩合影 啊 这是不是有病 哈哈哈 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于是我就和我的口罩 摆了很多的pose 你知道有一张照片 我是闭着眼睛拍的 我的口罩在我的旁边 脱口罩的那一瞬 我是闭着眼睛的 嗯 但真的很神奇啊 就是在我睁眼的那一瞬间 你知道吗 天蓝了 有些朋友应该没有经历过 就是灰灰暗暗天气的海 它也是灰灰暗暗的 然后呢 突然之间 大晴天 那个海就会瞬间转蓝 湛蓝湛蓝的海的颜色 就在我睁眼那一瞬间 就有蓝天 配着深蓝色的海 就让人有种 莫名的感动 奇迹出现 然后那一瞬间很感动 就一睁眼那一瞬间 哇 世界变了 整个世界颜色 从黑白变成了 就有阳光 有蓝天 有大海 无比的美好 也顺便把这个照片 分享给大家 还记得三年前的 十二月八日吗 第一例 肺炎通报 谁都想不到 那只是一个开始 后来 蔓延到全地球 三年 一千多个日夜 我的口罩 也更换了一千多幅 从 在药局排队领取 到后来 几何几何地往加班 直到 谁能想到 有一天 就连拜票的礼物 也会是口罩呢 讽刺又好笑 从最开始的蓝色平板 到现在彩色3D立体 终于 要说再见了 滚蛋吧 新冠肺炎 我回来了之后 就继续刷微信嘛 为什么要继续刷微信呢 因为现在的朋友圈实在是太热闹 你一个小时不刷 可能过了 你就没有缘分 再看得到那个链接的网页写的什么了 就被404了 所以我在打开的时候我就 慌了 在转发台湾的新闻 是不是很扯 就是那个通报一个图片 就是12月1日期的一些 一些防疫的 注意事项 大概来说就是说室外可以脱口罩了 你说信息时代是不是很发达 对 实在是太发达了 你说台湾的这点事儿 都让我们大陆朋友知道了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真的有点过也不去 然后呢 我最近也不太敢发朋友圈了 我昨天其实发了一个朋友圈 发我陪悠悠玩耍 给悠悠拍了这张照片 悠悠很开心 台湾会搞一些什么小夫姐 让小孩拍照 快圣诞节了吗 有一个朋友 上海的 给我留言 你知道我有多么羡慕你现在的日常吗 羡慕我的日常 你知道反差有多大吗 就是你们没有办法去理解 没有办法理解 但我可以理解 我完全可以理解 所有所有一切的情绪 就近在不严重 好吧 那就请期待微微的下期影片吧 拜拜 不戴口罩 我出门 会不会很多人都认出来了吗 这一点也是让我很害羞的 不至于吗 不至于 我戴着口罩 我们也经常被认中 哈哈哈哈 在悠悠来的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 点击加入 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 可以选择悠油粉 幽爱或是优福粉 选择好之后呢 点击蓝色加入键 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 贴写信用卡的安全码 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 点击右下角结账 完成 这时候出现页面 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 频道会员 直播室等你哟 我是悠妈 我是悠悠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哇 还有电脑门呢 拜拜